例如,一個民憑市考生日品司法覆核 挑戰考評局取消民憑市歷史科試題的決定 告等法院裁定敗訴 考評局5月底取消歷史科必答題 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法官高浩民頒報書面判詞 佔立考評局所指取消試題是學術決定 不應該由法庭判斷 而法庭亦都找不到有程序失當 或者其他不公平的地方 對於教育局和局長楊潤雄 以致行政長官曾經就試題發表意見 法官說有些人可能認為考評局 在觀感上被政府欺凌和施壓 但法庭認為程同證據都顯示 考評局的專業人士就試題是否應該取消 有小心、詳盡進行審議 最後亦以大比數投票通過 潘池又說一旦要恢復試題 至少要19天去批捐再公布成績 會影響考生的升學安排 考慮所有因素之後裁定申請人敗訴 最考慮的確約會考慮了